在剧中,丽娟跟阿蔡都是出版社的编辑,两个人在单位十分要好,最主要的两人都有共同的话题可以讨论,那就是婆媳关系。 两人的婆媳关系都不是十分的好,所以两人总在一起讨论各自的婆婆,一开始,阿蔡对自己的婆婆,那是恨之入骨啊,而丽娟表现得还淡定些,但是最后才发现,阿蔡面对复杂的婆媳关系,居然能全身而退,最后婆媳两人相处得十分要好,而丽娟却搞得家庭支离破碎。 这是为何?小编认为,他们各自公婆的态度是关键,阿蔡的公婆,虽然平时也比较唠叨,但是对儿媳还是不错的,最起码是把儿媳当成自己家里人的。 更重要的是,在关键时刻,他们首先想到的还是儿子和儿媳的小家,还记得阿蔡的丈夫启东,被带到派出所的时候,阿蔡知道他嫖娼很是生气,大发了一顿脾气。 当时,阿蔡的公婆是怎么做的?首先是找小儿子启南来解决问题,然后是劝自己的儿媳妇,让他先解决眼前的问题,有什么事等儿子回来再说。 尤其是阿蔡的婆婆,为了保住他们这个小家,居然给儿媳妇跪下了。 在儿子回来以后,婆婆知道儿媳妇委屈,所以很体谅儿媳妇,这儿媳妇一看婆婆有了改变,自然对婆婆也就没什么意见了。 其实,儿媳妇对公婆总是各种计较,并不是真的要把他们怎么样,也就是想得到一句公平的话,或者希望得到公婆的重视而已。 一旦公婆把自己当家人了,他们真的可以为了这个家全力以赴,再看看丽娟公婆的态度,在压平爸妈的眼里,儿媳妇一直是不懂事的,老两口常当着儿子说,儿媳妇的不是,弄得儿媳妇很尴尬,很难受,因为在压平爸妈的眼里,儿媳妇既然已经嫁到他们家了,那就得遵照他们家的规矩来, 就得什么都以他们为先,他们总是在考虑他们老李家怎样怎样,从来没有考虑过儿子儿媳的小家,在利益面前他们是一家人,在困难面前儿媳必须要跟他们共同承担,甚至要比他们的儿子承担的更多。 亚平爸爸生病,亚平妈不让儿子伺候,非要让儿媳妇来伺候,你儿子上班挣钱,儿媳妇就不挣钱了,你儿子是人,儿媳妇就不是人了,这是什么道理? 而且,亚平爸妈常说的一句话,就是让亚平离婚,因为在他们看来,不管儿子愿不愿意,不管他们的孙子是否幸福,只要儿媳妇不让他们高兴了,他们就绝对有权利把儿媳妇给开除了,这就是身为父母的思想,他们的思想可以直接影响孩子的幸福,只不过他们自己根本没有意识到而已。